今天我们洛杉矶街道办事处应云南商会的邀约来这摆地摊了 摆个地摊还那么多要求 让我们必须要穿上民族服装 代表了我们云南的脸面 我听说有人在抖音上收徒弟 教人如何在美国摆地摊收学费 我就佩服这些人的老子咋这么厉害呢 我咋就想不到呢 我还是洛杉矶摆摊始祖啊 你说我也招一些徒弟 让他们去每一个地摊市场去摆地摊 然后呢我负责给他们供货 未来把我们的地摊市业变大变强 变成集团连锁公司 大家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记得点赞关注啊